专车在着五六名年长者行驶到路口 看到前方号制显示绿灯起步准备左转 前面一台大货车加速执行 长照驾驶按了喇叭紧急煞煮 车上老人家也受到很大惊吓 这十字路口是一个大转弯 当发现的时候连接车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这个时间真的是满满的连接车 透过路口监视器 长照车起步跟大货车的距离离好近 差一点就撞上 他质疑对方驾驶闯红灯 而这地点是在高雄市桥头区 白树路跟美德街口 长照驾驶控诉 大货车驾驶根本是蓄意谋杀 而根据货车上的公司名称 地点在屏东打电话向公司求证 还否认有闯红灯 下驾驶司机宣称是闯房灯的状态 我没办法接收 因为我觉得我 它是一个人的生命 我车上是五六个人家庭的生命 我没办法跟家人家属交代这件事情 最近你如果在梯馆 对附近煮火加到很多了 不可以动人不走 但是速度一定要给你转车慢 现场观察长道车左转路口 大货车很多 由于左转又是一个大转弯 大车驾驶要是没先减速 转过来看到红绿灯 一定无法及时杀驻 并无显示该大货车 通过停止现实的红灯影像 为取得关键证据的画面 故无法举发 本分局将加强该路口的基塔取缔 记者实际打电话给大货车公司 内部人员表示 还要再向司机求证 调阅货车上的行车经路器 才能够厘清真相 三星图永全红书主高雄报导